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5月13日 这七热点深度 关注王毅发长文 大赞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欧洲魅力外交 这段时间 彭丽媛的曝光度似乎越来越高 她真的要走向前台 进入政治局了吗 一位中国时政观察人士特意与华尔街电视分享 称都说中南海有一个彭丽媛办公室 简称彭办 比习近平办公室更有吸引力 更有人气 支持起彭办的都姓彭 而正是有了这个影子组织 彭丽媛做第一夫人 比进政治局当个委员 影响力大了去了 中国官媒新华社5月11日报道 外交部长王毅在访欧行结束时 向随行记者总结此次习近平与法国 塞尔维亚 匈牙利的国事访问 王毅认为此次出访友 不达领带的亲切互动 既有视野广阔的战略沟通 也有推心致富的畅所欲言 十分圆满顺利 王毅尤其提到彭丽媛 称夫人外交也是此次访问的亮点 认为彭丽媛 教授陪同习近平主席 出席20多场活动 并同往访三国领导人夫人 开展友好交流 同当地妇女学生亲切互动 鼓励她们更多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 彭丽媛教授 还应邀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接受担任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 特使十周年荣誉证书 彭丽媛教授的魅力外交 对增强外国民众对华好感度 提升中国软实力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共20届三中全会 预定在7月召开 随着近期彭丽媛的曝光和讨论度增加 有传闻指出她可能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过不少学者专家也持保留态度 回到5月初 星岛日报5月5日报道 网络流传的彭丽媛军队参访照片图说 疑似曝光了她的新职 中共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 该部门负责考评军队军级以上高官的政治立场 军事指挥能力 行为操守等 以决定提拔或淘汰与否 报道称 彭丽媛是著名军队歌唱家 有少将军衔 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军队体制改革后 解放军艺术学院并入国防大学 彭丽媛于2017年卸任院长 中国时政观察人士 邓宇文分析认为 报道对彭丽媛的新身份 用的是你四二字 也就是不确定 不过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这个机构是存在的 彭丽媛是否出任其专职委员 由于无法向官方求证 因此只能是猜测 邓宇文认为 彭丽媛不太可能公开走向中国政治前台 据邓宇文分析 彭丽媛出身军旅歌唱家 以歌唱出名 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以这样的背景 转而出任军队考评委专职委员 替共军选拔政治素质和军事素养都出色的优秀将官 引起的争议恐怕会不少 但若细想 彭丽媛 做考评委专职委员 是在合适不过了 因为共军需要什么样人才和将官是由军委主席决定 还有谁比主席夫人彭丽媛更了解主席习近平的想法和要求有 他把官肯定能为习近平选到既忠诚又有军事才能的将官 邓宇文还表示这个专职委员放在中国庞大官僚队伍只是小官一个若非彭丽媛没有多少人对这个职位有兴趣 外界对此事的关注和议论不在于彭丽媛的心职 而是要引出另个话题 也就是习近平是否会学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将他的妻子江青送上中国政治舞台 而将彭丽媛也送上政治前台开启夫妻同执政模式 而这次中国外长王毅在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角色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 发文台剧彭丽媛恐怕不只是奉承 媒体法广注意到中国官媒其实早有过对彭丽媛外交魅力的报道 比如人民文摘2015年第二期就载文称彭丽媛是中国新名片 称他和荷兰王后的郁金香外交芬芳迷人和丹麦女王的童话外交温馨动人 和斯里兰卡总统夫人的光明外交真挚感人 但老将王毅出面背书并提到软实力的高度还是比较引人注目 王毅在总结习近平欧洲行时特意强调彭丽媛的软实力有分析揣测 王毅或预感到彭丽媛在党内的地位正在不可阻挡的提升 于是提前名罗开道 他主管外交借习近平访问欧洲表彰彭丽媛的魅力外交 在自己的专业框架内也不显得唐突 不只是王毅 同行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5月8日也在他个人的X社群发出视频并著名 一次可爱的邂逅 内容是彭丽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夫人布利吉特 在奥赛美术馆外和迎接的中国人互动 彭丽媛问 经常来奥赛博物馆吗 你们都来自于那里 现场中国民众直呼彭摩摩 好美 布利吉特责问 你们都会讲法语吗 最后彭丽媛双手飞吻三次说 爱你们 此视频或超过15万次观看 而联合早报相关报道则分析认为 夫人外交是各国推动柔性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利于展现一国软实力及柔美形象 另一方面 彭丽媛近期公开活动积极 也很有吸睛效果 引起外界注意 习近平5月5日至10日对法国 塞尔维亚 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使他时隔五年再度访欧 这期间 彭丽媛陪同并亮相多个外交场合 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巴黎荣军院举行的欢迎仪式 在爱丽社公举行的欢迎晚宴 在法国西南上比利牛斯省举行的法元首小范围会晤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旗 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厦举行的欢迎宴会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和总理欧尔班 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欢迎仪式等 除了与习近平在外交场合中一起亮相 彭丽媛在习近平访欧期间也有不少单独活动 包括5月6日在巴黎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并与该组织总干事阿佐莱会面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夫人布利吉特参观奥塞博物馆 5月8日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器旗夫人塔玛拉 参观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 在访欧第三站 彭丽媛5月9日先同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夫人纳吉 参观布达王宫并查续 后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夫人雷沃伊在布达佩斯 参观已成立20年的胸中双语公立学校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 对彭丽媛在欧洲的这些行程进行了详细报道 彭丽媛上次随习近平出访 是2023年12月对越南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 也是他三年疫情后首次在境外亮相 王毅当时评估元首夫人外交为习近平访阅增添许多温度和色彩 其魅力外交充分展现了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为拉近中越民众感情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 今年3月下旬 彭丽媛也公开活动担负调研工作 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消息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结合并兼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彭丽媛 在3月24日世界防治结合病日当天 在湖南长沙宇花区洞景街道调研基层结合并防治工作 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 以及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 一同参加了调研活动 文章开头提到的 中国时政观察人士向华尔街电视分享认为 政界人士传说 中南海有一个彭丽媛办公室 比习近平办公室 习办更有吸引力 更有人气 因为习近平很严肃 而且是总书记 别人很难接近 相较之下 彭丽媛待人接物很和气 自然更受欢迎 彭办主要有三个人 彭丽媛 妹妹彭丽娟 和弟弟彭雷 他们三人感情非常深 早几年还有说法 称彭丽娟参与策划了之前的春节晚 彭雷则被认为 参与了对岳作战 后来下海经商 所以彭丽媛都不用跳到前台 他就对政治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绝对不能轻视 事实上 当好一个第一夫人 比在政治局当一个委员 好得多 还有说法称 这一次他去欧洲访问 王毅特地是安排华春莹陪同 这或许也能显示 王毅拍彭丽媛马屁 比拍习近平还起劲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 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